而8月份花蓮各大小阿美族部落的一例信之外 浊西乡布农族也本在6月份就要进行小米禁仓祭 因为受到疫情的顺言而延到了现在 族人依照传统在小米禁仓祭仪中 祈祷小米丰收祭谣 敬谢天神祖灵赐予的小米丰收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来聆听 唱给天神听的布农族神曲 依照布农族传统粹食祭 本该在6月份小米收成后办理的入场祭 但受到疫情影响顺言到了8月份举行 部落齐老先行小米走 糟糕天神祖灵后就开始传唱巴西乌布祈祷小米丰收 祖日乡公所辅导的小米产销班 今年小米丰收也特别依循传统举行 满达达小米入场祭 布农族男子随着巴西乌布祈祥趋近圆满和谐之巅 一步步转移至屋内停止 再由其老以寿谷祭祀祈求丰收 结束以寿谷祭祀小米后 接着开始举行小米进昌的仪式 男子以船接小米的方式 大喊导辞祝福一把又一把的小米满仓 家族衣食无缺 小米进昌过程中静止洗脑喧哗 避免触犯小米精灵天神的禁忌 我发布里说感谢上天能够到这个年 给我们这个一年当中的有这个风格的道理 所以说为什么从巴布一直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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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昌的这个门口呢 必须说就是能够不管在还在研究的 忘记拿着或者迷离啊 能够全顾到这里来 布农族巴西伯伯祈祷小米丰收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巴布和音 事实上早期仅在小米进昌记忆中才能传唱 如今为了传承教育并让更多人认识布农族文化 遂时记忆歌谣 也因此在其他非记忆场合中也可见 这一次卓西乡小米产销班特别举行小米进昌记 不仅是族人随时记忆传统文化的实践与传承 更是一场传统文化的教育一阵识听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